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資料 該名高度懷疑患者是一名39歲的由武漢來香港的遊客 他在2020年1月21日 由武漢車站乘坐G1015班次高速鐵路列車去到深圳北 晚上約由深圳北的站乘坐G5607班次高速鐵路列車去到香港的西九龍站 當日出現發燒和被塞的徵狀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巴格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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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 Ost 巴格輪 巴格輪